第一局 所以誤準的先持得點 好下洛夫的喔 換一邊來8球 這場冠軍賽呢 也是一個用右手改成的左手 右頭左打 只顧準遠台的防守囉 守了好幾球了 還救回來 哇好球喔 大角度翻手 拉一個鐘 機會球 這球上去水谷這球是用碰的 他可能旋轉判斷是有點錯誤的 回過去彈的高的話就是做給對方殺 機會對 對 連打得很好 對 還可以控球 其實高水平的 有氣勢 正手版的高壓扣殺 7比7平 好球 好球 吃得水谷准了 最後還是接不回來 對 因為奧卡洛夫的力量 讓水谷准呈現用反手兜球的那種角度下去 冠軍賽的第一局 現在奧卡洛夫是橘墨點浮現了 10比8 出台 好球 直接拿下第一局的第11分 拿了下來 在冠軍賽取得1比0的領先 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大水谷准一歲 奧卡洛夫這個虛歲 到2015年是27歲 水谷准是26歲 所以他們在谷 從小打到大 哈哈 水谷准是當時日本的紀錄 最年輕的國手 奧卡洛夫說把這個球發得有點半出台 讓你拉 然後一高調的時候 就找到機會就反拉 喔齁 其實它反應也非常快 中路 有準備 打得非常漂亮 這樣 結果水谷准 兩個人 熬戰了七局 又在台灣 台灣重鋒了 重鋒 又在冠軍賽交手 看看 哇 台灣看他比賽咳嗽咳了三天 他還 5比2 好久了 哇 這個 失誤 哇 節奏放慢 嗯 對吧 節奏放慢 哇 一直插球 下墜差一點點 好 白短放小球 馬上轉 會出來的時候他一定要把握好 看到投手的獅頭球肉包牛絕不放過 好 喔 我覺得奧夫可怕的是他的反手也是一個攻擊的武器 嗯哼 不像人家一般都是反手只是過度 好 好 對 對他必須得這樣子打 對 好 這一個可以直接直線 喔 反應很快 就一波 沒錯 機會 哇這個球是奧恰洛夫 這一球殺下去得手11比7 奧恰洛夫也拿下這第二局 在冠軍賽取得了2比0局數上的領先 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0的領先 速度打得比較快 出台 對 運動員基本上都是機會 只要低板一出台一拉連續攻擊位置就來了 走的拉擊 放短 好 這一次得手 不算 再發一次 發球失誤了 放1分 現在都是很幸福洋溢 幸福美滿 可以 一分 很理想 第一一搬出來 好球 呃 4領先1分 好球 應該說失掉兩局了 16勝 只是他這場冠軍賽已經失掉兩局了 哇 所以球邊張元素教練也是跟 還是要勤於跑洞 勤於跑洞才可以使得出腰部的力量 水谷這個機會 好球 好球 兩邊非常絕面 對 而且兩邊的力量其實都有差別 但就是歐瞎這種打法就是很兇 部分要多加油 多加強 好球 好球 水谷準一個反派的攻擊 水谷準在這第三局是1比8 拿了下來 目前的局數 水谷準是1比2落後 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今天1月4號 高雄地區的鄉親也非常的捧場 好球啊 好球 看能不能每個都發力啊 每個都拱著水谷準 所以水谷準只能把球先過度的拉上 那就是被力量壓住了 這力量天生了沒有辦法 呵呵呵呵 想要發長是當然 但是就要冒著失誤的風 發球上來講長短都要配合 嗯哼哼哼 要變化這樣 哇 動力也不會那麼高 好球 好球 看歐瞎打球就是力量的展現這樣 是 好球 好球 現在領先到4分 齁齁齁 這球也是給中路 嗯 對 好球 喔 錯了 很好 接著球接得非常好 呃 這真的是 嗯哼 人高 手長 腿又有力 哈哈 拉一個斜線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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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覺 好球 ка 好球 哈哈 這幾個 鎮守的攻擊 哇 真的對拉 很難拉的贏他 筷子 趙 10V 5 小學生式的發球 反而還得分了 看到奧恰洛夫的 暴力型的打法 這一局11比6 也拿下來 現在已經局數部分 3比1 聽牌了 先休息一下 馬上再回來 2比1 3比1 3比1 好球 洛夫打 但是所謂 暴力美學 老啊 超加潛水品質的發球 11年重返了 之前睽違兩年世界第五的名次 那個球的位置在奧恰的附近 但他 哇 比較高 比較高 哼 每一場比賽當中 有一次喊暫停的機會 一次暫停60秒 奧恰已經聽牌了 3比1聽牌 兩個人都還沒有用暫停 暫停 好球 讓我們見識了喔 暴力型的打法 這個力道真的很強 對 喔 佳洛夫覺得要好好的改 咳一咳 是嗎 對 手腕用得非常好 機會 喔 還有 哈哈 機會 喔 還有 哈哈 這一球精彩漂亮的回擊 突然是面對 這個奧恰還有一個 球喔 9比6 直升機式的發球 啊 減了 應該說四個冠軍點 哇 Champion Point 喔 Champion Point 現在是 水谷是不打算用暫停啊 哇 哇 哇 2015 台灣桌球名人賽的冠軍是 這部選手奧恰洛夫 奧恰洛夫 台灣桌球名人賽的冠軍 是奧恰洛夫 奧恰洛夫 這場比賽 奧恰洛夫 是以4比1耶 4比1 打敗了水谷準 拿下了2015台灣桌球名人賽的冠軍 哇 這場比賽其實 在賽前大家 比較稍微啦 稍微看好是水谷準 畢竟他的世界排名也比較高 同時呢 就在半個月前的 年終大獎賽 水谷準也是擊敗奧恰洛夫 而且打的是7局喔 水谷準是拿到了冠軍 在年終大獎賽 事隔半個月 結果奧恰洛夫 這場比賽 4比1就 贏了水谷準 爆了一箭之仇 那這邊邀請 球評佳燕淑將來談一下 將來比賽 水谷準 他整體的一個表現 到底怎麼回事 其實在世界這幾 10名以內的排名喔 他都是屬於那種高水平的 那個球員 所以他們在打的輸贏 其實 有贏有輸啦 但是今天呢 那個在氣勢上 歐翔洛夫是比水谷準好很多 而且打得非常積極 然後也很強勢 所以今天水谷準 今天打到第二局以後呢 自己手上的失誤也 比較多 不知道是因為這幾天 打下來的體力關係 還是什麼原因 就是說 打起來有點 奧恰洛夫上台 Let's welcome Dmitry 奧恰洛夫 副市長 頒獎盃 大家請熱烈的掌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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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恭喜奥乔洛夫获得这次的关心 也谢谢各位的历临 2015年台湾桌球名人赛 我们希望明天